台湾电视连续剧《八月桂花香》曾在大陆播出后,收视率很高。 剧中的两个女主人公,香莲和林子,是由一人扮演的,她就是苏明明。 许多观众对苏明明可能不太熟悉,但在台湾,她曾是一位名气很大的演技派演员。 苏明明有种温婉贤淑的大家闺秀气质,先后在多部影片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她的表演清新脱俗,出演过多部《快智人口》的剧集,其中多数是与杨佩佩合作。 与刘松仁是杨佩佩剧里的金童玉女。 苏明明是台湾高雄人,生于1960年1月6日,原名苏秀珠。 她从小就喜欢看戏,看电影,上了中学后对电影的兴趣更加浓烈,一心想成为一个电影明星。 1978年她中学毕业,赴美要她去考大学。 她就和同学先到台北去看看,结果在街上闲逛的时候被挖掘过林青霞的星探杨琪发现。 当杨琪亮出自己身份时,苏明明害羞地躲到了同学的背后,以为这位星探是骗子。 苏明明留下高雄的电话后,就忘记了这件事,结果杨琪打电话到高雄,邀请她到台北来发展。 苏明明把这件事跟自己高中老师讲了,后来老师也和杨琪通过电话后,就认真的和苏明明分析了这件事,认为可以去试一试。 这时苏明明在报纸上看到中影公司与永生公司联合招考议员训练班的消息后,杨琪知道后,鼓励她迈出第一步,苏明明这才下定决心,只身来到台北应试。 考试那天,苏明明紧张死了,一直不停地出汗,老师则一边帮她化妆,一边鼓励她,最后终于顺利过关。 这也意味着,对于不经世事的苏明明而言,她的演艺之路真正开始了。 在艺讯班里,苏明明的勤奋好学和潜在的艺术才华受到导师们的赏识。 三月后,艺讯班结业,在三百多名学员中,仅苏明明、胡慧中等识人获签约,正式成为中影公司的基本演员。 苏明明出上荧幕,在一部古装电视剧中饰演一名侠女。 由于该剧播出后,观众反应平淡,苏明明尽管有出色的表现,但并没引起观众的注意。 不久,她硬要参加张鼠生导演的影片《一个女工的故事》的拍摄,扮演一位出身贫寒的青年女工,因经不起花花世界的诱惑而沦落。 在悔狠之余,她得到家人和昔日男友的真诚帮助,重新振作起来,开始新的生活。 和当时《二前二林》如同童话故事的爱情电影《不同》,中影出品的《一个女工的故事》,是罕见地聚焦当年台湾加工出口区女工情感生活的电影。 虽然这个角色是配角,但苏明明做了大量的按头工作,尤其在克华角色性格特征及内心世界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结果把人物演得可圈可点。 在1979年的《巴拿马国际影展》上,《一个女工的故事》大获好评,苏明明以她的出色表演捧回最佳女配角奖。 苏明明出摄影坛,就获得国际性的大奖,引起台湾影世界的震动。 一时间,电影公司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纷纷登门请苏明明拍片,使她踏上了一条光彩夺目的星图。 苏明明戏路很宽,可塑性强,无论古装片、时装片,还是文艺片、喜剧片、武打片,都演得灰酒自如,得心应平。 20世纪80年代初期,她主演了《香火》、《又见春天》、《龙的传人》、《终生二十一响》、《飞跃补习班》等一系列影片,演技日趋成熟,知名度迅速上升。 1983年,她主演了万人导演的相视文学影片《油麻菜子》,扮演的角色年龄跨度很大,从纯情少女一直演到风韵游存的中年妇女,在人物造型和演技上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该片曾在香港举办的台湾芯片影展中,连映多场,且常常爆满。 在台湾影坛,像松明明这样心运亨通的女星并不多见。 在短短五、六年时间里,她就拍了二十十多部影片,而且基凭权饰演女主角。 她的成功,主要凭自己精湛的演技,善于演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角色,因而成了导演们争腰的对象。 此外,她的外形优雅可人,态度随和亲切,很有观众缘,电影公司自然要利用她的这份号召力来提高影片的票房价值。 接着苏明明在淡汉章导演的电影《暗夜》中表现出惊人的演技。 她把情和郁的内心交战,前后的人物变化冲突,表现得很到位,让人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少傅偷情的形象。 苏明明影视双期,也拍过不少较有影响的电视剧。 1988年,苏明明接拍电视连续剧《悲欢岁月》。 不久台湾名导演杨佩佩也邀请她主演另一部剧集《八月桂花香》,她欣然接受。 原来,她曾与杨佩佩,香港著名影星刘松仁,合作拍过电视剧《还君明珠》,彼此配合默契,拍得卓有成效。 苏明明在《还君明珠》中最为人诟病的,是在前期展现的少女感,不是很充足。 好在她通过出色的演技,把人物展现得十分灵动。 她在该剧的后期,特别是在角色的诠释上已经游刃自如,让观众沉迷在电视机前欣赏她的表演。 恰恰就是这部《还君明珠》,不仅在后期的收视率上,获得了当年同时段的第一名, 从而成为了台视的当家花旦,受到力捧。 这次杨佩佩筹拍《八月桂花香》,便有意请苏明明游松仁再次主演该剧。 不料,两部剧集要同时开拍,而苏明明已先答应演悲欢岁月。 杨佩佩出于无奈,打算请刘瑞琪代替苏明明。 谁知影迷们得知此事后,纷纷写信打电话给杨佩佩, 都说剧中香莲和林子两个角色非苏明明莫属,希望她再去说服苏明明来演。 苏明明盛情难却,只好两部戏同时上。 她每天通宵达旦地感戏,戏未拍完,人已瘦了二圈。 她戏谑地说,恐怕到时候,观众看我成了个皮包骨头的老太婆,会大倒胃口。 1989年中视历代其女子系列剧之陈渊渊,苏明明又和汤震燕合作。 她在剧中饰演让吴三桂冲冠一怒的红颜美女陈渊渊。 不过陈渊渊这种过于高尚和圣母的思想根本不符合苏明明。 当然,这不是演员,而是人物和剧情设定的问题。 其实苏明明在电视剧扮演的也大多是这类过于圣母,缺乏进一步成长性的角色,一定程度局限了她的电视上的发展。 她在中视拍的剧不多,主要还是在台视出演。 苏明明自投身演艺圈以来,始终能洁身自爱,言语律己。 她生活简朴,交友谨慎,不喜欢出入热闹场所,因此也避免了招致流言蜚语。 她在事业上急心高照,在爱情生活上也非常美满。 苏明明当时的男友是台湾导演万人,她比万人小九岁。 他们早在1983年拍油麻菜子时就相识了,当时万人是导演,苏明明演女主角,合作得很愉快。 苏明明不是那种遇到有好感的男子就会一见钟情的人,尽管她知道万人在暗恋着她,但她没有放纵自己的感情。 而是不断地观察,以加深对她的了解。 直到1986年,她俩再度合作拍摄完《超级市民》,万人赶紧向苏明明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苏明明才正式接受了万人的爱。 她说,我从懂得爱情起,只有在和万人恋爱的那几年时间里,最是刻骨铭心。 我对万人的爱不是一触即发,而是循序渐进,越来越投入,也越来越深刻的。 这种有着坚实基础的爱情,自然牢不可破。 生活中的苏明明,不善言辞,常在无言中给人以关心和体贴。 而万人不仅在表演技巧上给予苏明明热情的指导,还帮助她提高艺术修养,鼓励她不断攀登事业的新高峰。 以苏明明的姿色和知名度而言,要嫁个富家公子并不难,但她的爱情观是精神重于物质。 她说,钱并不是现代人所缺乏的,反倒是精神生活的空虚,使人觉得生活没有目标,精神没有寄托。 所以我认为,养个人相处,钱只要够用即可,但彼此之间的爱和尊重,却是要越来越多才行。 苏明明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她和万人之间的爱,充满了理解和信赖。 在经过了一段长达13年的爱恋后,这对令人羡慕的模范情侣终于在1996年迈入婚姻的殿堂,苏明明从而淡出了影视界,婚后,她们欲有一子。 不过在西营9年后,苏明明于2005复出拍摄家庭伦理剧《明月照红尘》。 原本所有喜欢她的人以为她这次复出准备大干一番,结果复出之后,拍摄的影视作品皆以配角的身份出演。 她偶尔也会在《丈夫万人》的电影车拼里玩票演出。 如同她在电视剧《观音对我效忠》非常自然地展示自己臃肿的身体一样。 即使自己逐渐自然老去,即使自己的容貌已不复当年,但这就是苏明明自己选择的生活,也是她真正想要的生活。 如今60岁的苏明明坚决不动刀不整容,她只想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如果您的电视剧《你也想像中的声集》啊,请不试看。 您的电视剧《明月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